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当我们暂时抛开秦汉唐宋元明清这种王朝中心论来讨论东亚大陆历史的时候 其造成第一个效果就是 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或者你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只要你单纯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点知识上的好奇心 它就会暴露出来许多新的材料 或者说一些原本我们不太注意的所谓正史之外的材料 它就会令中国的历史展现出新的面目 而这一切也都需要我们对于之相关的历史做出全新的解释 因此 在接下来两期节目 我会沿着北朝倾索为大家展现一幅从北魏 再到后来北周北齐的历史脉络 在第一期我会首先抛开一些千篇一律的框架 来描绘北魏的三种秩序来源 同时结合网友一则关于张献中 当皇帝挖地循环与现代文明的留言 以及我对此的答复 尽可能利用历史与现实一股正经 并希望接下来的叙述 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 提供一些有参考性的预见 西晋永家四年 公元310年 先被首领拓跋一路 因庸进之宫 被怀地封为大蝉于戴公 公元315年 民帝友家其为戴王 至关蜀 时代 成山二军 由此形成后世北魏政权之处席 公元376年 前秦灭贷 福建死后 前秦瓦解 公元386年 拓跋归由大人布帅拥礼 既代王位 后改称魏王 当时北魏来自允朔 赵有朱华 魏以其俗 草创之际 多是粗略 请兼确矣 因此境内人口 大部分依旧保持着 原本以部落为单位聚集的生活方式 如赫兰 赫兰 布柳姑 独姑 土西 河西等这些部落 分别散居 圣乐 云中 武园 朔坊等地 少则几十成百 多则数千过万 并且不同部落 在服侍 语言 信仰 祭祀礼仪等方面 也多有差异 这些差异 即使在孝文帝汉化变法之后 其在国家大理面前 与民间信仰层面上 仍长期维持着北土救赎 公元396年 脱拔归建台省治百官 以两进官制 开始设立各项制度 然而 据委书《官室制》记载 在公元480年之前 台省制 依旧有名物史 朝廷在地方 仍多用求帅 与鲜卑大人 统设各方来父之人 这些求帅 一方面负责与朝廷沟通 而另一方面 其在本地 也要遵循各方不同的习惯 来处理不同集团的事物 于是 这就令帝国表面上 能够执行统治 在地方 实际上变成一种 若有若无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北威立国 接近三分之二的时间之内 官方并没有一个 严格的行政管理体系 它不存在像是 后世儒家官僚体系那种 层层相因统虚概念 而是一种 类似网状交错的 开放结构 这样的结构 是好是坏 在此暂时不做讨论 但我们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 其的确不是中国王朝 统治正宗形式 之后孝文帝 汉花变法 一封一俗 国家迅速进入 立志时期 一般来讲 当一族君主 开始追求中原皇帝 那种绝对权力之后 他就会渐渐感到 身边贵族的强大 对自己构成威胁 于是 用立志来削弱贵族的技术 就成为了一族君主 建立新传统的唯一途径 但我们要明白 当政治斗争 以新旧传统善体的形式展开 也就说明 这个帝国 尚有两种秩序存在 并且这一过程 对于王朝变革而言 还需漫长史日 据陈银雀先生 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所述 孝文帝借口难征销旗 迁都洛阳之际 所能够动员的真正基础 仍不过只是拓跋式的亲族 以及中军的本部武士 而众多的边民部落联盟 依旧翻汗杂柔 其远比中军难以约束 后至北魏灭亡 边军六阵组织力 与战斗力 仍然要优于中原居民 而这也正是为何历代魏王 都要试图离散部落最主要动机 于是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 秩序的层次性问题 那就是 在道武帝的大人 求帅时代 其统治密度 就要比孝文帝的励志国家 更低一些 而在孝文帝变法后 制度对边民 由军事转向农更迅化 依旧与北魏一朝相识中 因此 这样的统治密度 也无疑要远低于 后世宋明那样的 编户齐民社会 也就是说 总体而言 这样的帝国 我们不能将之理解为 传统意义上 拥有土地 人口 郡县 以及森严立志的中原王朝 对于北魏 勿拧说它是王朝 不如说它是更接近 基于不同血缘 种族 地理 信仰 文化认同的各个政治主体的部落 在帝国限制中 占据着相当大比例的一种联盟结构 因此 在这样的结构之中 所谓君主 在很大程度 实际上不意味着其余的盟友 或者附庸 要对之绝对听命 而仅仅意味着 君主是联盟里的强势人物 他可以凭借支持他的力量 令原本互补相连的各种政治主体 通过他的运作 在相应情况发生的时候 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时 把资源集中到一个方向来取得胜利 由此 君主才能享有巨大的威望 这也是为什么 当我们读北微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比如在公元395年 拓跋龟与餐河碑大破后烟慕龙堡 令后烟出龙城以外的精锐 几乎损失殆尽 而在之后不到一年 拓跋龟本部大将拓跋前 被厚烟慕龙锤反攻击毙 平成失陷 此时身处圣乐 按照中原王朝的标准 并未动摇国本的魏王拓跋龟 便会顿感恐惧 甚至有远顿墨北 一时间竟然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窘境 不难看出 当时北魏的力量 首先最主要来自于贵族的武士联盟 而君主的力量 却显得既强大又脆弱 一方面 作为君主的拓跋式享有的威望远超其余大人 但另一方面 当这种威望由于某些因素消失以后 特别是在战争中遭遇失利 那么君主的威望就自然不能维持 所以在此时 他就很难得到同侪的支持 并对那些不支持他的势力 做出任何违反传统习惯的裁决 何谓传统习惯 传统习惯就是在蒙昧时代 人类将神意 勇武 差异与风俗的这些原则 视为永恒自然秩序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人类悲剧就在于 传统从未真正战胜过理性结构 反过来也就说 当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处境 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 其才会越来越明白 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全力的意义 此时尚未开化的北魏君主 还不明白这种意义 因此他的权力 也就表现得和其余贵族并无不同 其次除了贵族武士 北魏的力量也高度决定于节目开头提到过的 帝国中的商团 聚集财富的能力 并且商团与武士之间的界限 也并非精卫分明 在当时胡商入河西走廊 出敦煌 玉门关至中亚 或经突雨混至青海路 交通西域 或经西北居燕路 东西往来 据尾书《原番传》记载 神规末年 柔然为高车所破 梁州刺史原番 建议北魏朝廷 将柔然阿纳环 婆罗门安置于西海郡 原因为 西海郡本属梁州 金载九泉 正是往来之要冲 行军之旧道 这一描述 便是指自卫金以后 居燕一带 已然成为北朝交通往来重要干线 在太和八年 公元484年 北魏十倍百官之路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朝廷并没有官方的俸禄制度 而战争后的战利品 尤其是通过商路干线的贸易获利 就成为北魏补贴官员收入的 最常见方式 一方面 商团要把利益所得 分润给北魏官方 另一方面 官方也要用武士 为商团提供武装庇护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武士与商团的合作当中 我们可以说 武士为恩主 商团是其附庸 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 是商团雇佣武士负责保护商务的安全 他们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 并且主动权是掌握在商团一方 从而 二者的地位 在大部分情况之下 实际上并不能分清主刺 除此以外 商团中的牙人 既商人 也多以骁勇文明 同时 所谓官方的部分财政来源 本身也是这种贸易体系的一个环节 于是 这样的贸易体系 天然就具备了欠合性多重力量的约束 因此 商团对外 是贸易的经营者 商务的开拓者 对内 也可以被视为是朝廷合作者 所以 他们在帝国中 也始终处于优越地位 而最后一方面 北魏的力量就来自于宗教组织的火跃 拓跋式联盟 最初由漠北辽东 拦入中原 其本身既多为佛教 与多神拜火教信徒 关于拜火教 从跋字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据陈云雀先生考证 跋为胡语取义 为火神勇士之义 因此 比如拓跋 缝跋 鹤跋 薛出古跋 李出古跋 这些当时大人不帅的姓名中 多掺杂子子 就并不作为奇 而关于当时最主要的佛教 我们仅从云岗之谈药五窟 以道武地 到文成地为原性 这些佛造像中 也都充分展现了 其在信仰上 对北魏影响的五眼附界 除去君主 贵族 本身对信仰的虔诚 关于宗教 能够在民间大量传播 其中更为重要的一个 技术性原因就在于 当前清崩溃 北方长期战乱 在旧秩序瓦解 新秩序尚未跟进之时 流民就会大量无限 在极端时期 如果没有任何组织 有能力承担安眠的职能的话 那么 在这些流民之中 就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 产生出皇朝 李自成 而宗教团体 它是无所不管的 于是 接受了本地教区救议的民众 才不会到处流窜 由此 社会秩序 就会逐步好转 事实上 宗教这个词汇 对于现代人而言 我们之所以往往将之理解成为一种神学 精神意义上的东西 这是由于宗教团体承担的社会功能 在当今世界 已经大不如前的缘故 所以 才会形成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 认为宗教仅仅是一个关乎个人选择的问题 而在中古时代 尤其是在社会秩序重构的时期 宗教这个词实际上还包含了强烈的社区性的概念 这种社区性就意味着 教会能够有效组织民众 开墾荒地 从事生产 建立新的村落 并为民众提供一整套 生肖 养老 送死 以及救济饥荒贫弱的规范与依托 比如 在《徐高僧传》《洛阳前兰记》与《魏书》中 就有大量宗教寺院收养利己 建井造教 施济古品 寻民教化的相关记录 与此同时 寺院还经常利用生产所得的僧起宿 或其他财物 从事存代保兑会 等金融与土地方面的交易 并通过资本利得 进一步反扑当地公共事业 来供养帝国政府所不能覆盖的更广大的普通民众 据北齐书苏穹传记载 沙门自产巨富 在郡多有出息 常得郡县为征 以及敦煌所出土的丰富的借贷器 变两铁的记录中 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状况 更重要的还在于 当时寺院通常都拥有私家武装 于是 受寺院庇护的 不列入国家户籍的僧企户 或佛徒户 他们的财产 并不容易被君主贵族 或周官杂利 所轻易染指 从而 其就有能力进一步派出更多的传教士 来争取更多的信徒 在这种状况之下 寺院经济就呈现出 直奈千竹 开源百亩 离枣杂果 望若云和的繁荣景象 在集盛时期 北魏寺院达三万余所 僧尼最多达三百万人 之后北周 北齐 数量永增无减 换句话也就说 当时整个社会的至少十分之一人口 皆要依赖寺院生存 而这样的覆盖能力 可以说在后世的任何郡县制国家的官僚机构 还是儒家士大夫组织的民间团体 其都远远无法胜任 因此在北魏 再到后来的北周北齐 被士大夫统称为佛教的寺院 它其实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 而更像是包含了宗教团体 金融系统 慈善和教育机构 这样一整套的复杂体系 也就说 在当时 宗教最重要的含义 就是指社会经营 在复制和扩张自己的社区中 表现出的这种积极性 从而为社会提供了 本部区北形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 它产生的效果就是 令基层社区组织 有了很大的完善 社会结构 有了更加丰富的演变 有以上简单的梳理 不难看出 所谓中国的王朝政治 在不同朝代 其实并不意味着 都遵循着同样的统治模式 从未进十六国以来 杂户王朝 再到之后的北朝 它实际上体现的更多的是 君主、贵族、武士与商团 宗教与社会 以及他们彼此之间 参次交错的一种 非常多元的有机互动 而传统叙事 之所以不能为我们展示 这样的历史图景 这是因为它的叙事方法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比如 什么时候的皇帝是谁 谁又当了什么官 谁是忠臣 谁是奸臣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有哪些人物参与 又发生什么战役 等等这些 好像整个历史的进程 都相差无几 但事实上 所谓王朝政治结构之间的差距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时候其实非常巨大 这种不同的叙事体系 与王朝结构之间的差别 是好是坏 姑且不论 但北魏这段历史 实际上可以给我们带来 两种启示 第一种启示就是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留意到 我所描述的历史 多多少少 其实都是顺着某些特定的材料 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 有目的地重构 如果你一定要问 什么是绝对真实的历史面貌 那么 对于我个人而言 与世界主流历史文明演化 入境相符的叙事体系 就是对历史真实面貌最好解释 如果你还要继续追问 历史为什么需要被重构 在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道理 当然 坦率来讲 在这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而唯一的道理 就是政治 于是 在此就引出来与知相关的网友的一则留言 那就是 请你将中国将相王后的历史文化 冲进马桶 人人持枪的现代社会 是不可能产生出张献忠 想当皇帝这种挖地历史循环 并且劝我多学习了解 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 首先 关于热兵器 我也详细讲过 不再坠言 其次 关于张献忠当皇帝 与挖地循环这些词汇 在我看来 本质上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欲望 对现实中相应或大或小 具体事物的投射而已 换言之 如果当张献忠 或是当皇帝这样的投射 所要表达就是字面意思上 一些人在政治中 想要追求状态的话 那么 我对历史进行的重构 与我之前节目给出过的 所有针对中国问题解决方案 想要试图极力对抗的 恰恰就是这样的状态 最后 是否要将将相王后历史文化 冲进马桶 以及现代文明的问题 对于我个人来讲 第一就是 现代文明 当然非常重要 自不必多言 但是 既然将相王后历史 至今仍在延续 于是 我们其实就很难用一些 来自西方世界的政治语言 或是用挖底循环这种巧妙的说辞 来将中国历史文化的问题 轻易地打发掉 也就是说 如果你试图用一些东西 影响身边的人 甚至影响中国 那么 你自己背靠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 其很大程度 也就决定你未来的战场 而这个战场 大概也就是中国 并且 你的观众 你的支持者 与你的反对者 也只能来自这片土地 因此 倘若你要尝试用一个较好的秩序 来代替原有较坏的秩序 最好的办法就是 利用自身的古老资源 把这些资源 重构成女需要的样子 只有如此 它才能对相关的民众 起到最大程度的激励和刺激 中国的人口 虽然众多 但绝大部分人 只能被算作为 生物意义上的一种原料 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意志 所以 重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 其可以以最低的成本 把原先只是原材料这些在政治上 消极被动的民众 变为积极的民众 这样 就可以将他们的思维习惯 身份认同 生活方式 加以改造和升华 从而 激发起他们之间相互关照 相互团结的纽带 由此 民众之中才能产生出 有生命力 有行动力的组织 在这种组织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能进一步地讨论 各种政体 或是其他 第二种启示就是 首先 秩序是有层次性的 也就说 我们仅凭健全尝试 也不难看出 即便在中国这种 并不美好的历史当中 周朝就要比殷商人次一些 春秋就要比其他时期 自由一些 民国就要比当今中国 更加有底线一些 如果按照英美文明标准 进行参照 我们当然可以说 中国所有的历史都应该被冲进马头 而如果我们以教科书中理想标准提出要求 我们也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秩序都是恶秩序 因此 毛泽东才主张 砸烂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 但这显然不是大家所能接受的东西 并且 这也不是现实世界实际的运行方式 所以 更好是好的敌人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说我们不能抱着那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装逼言论 来追求一种我们触及不到的更好的秩序 从而丧失了那种我们通过努力 原本可以得到的 还可以勉强维持的相对好的秩序 最后 关于第二种启示 更加本质的道理就在于 从人类历史的总体而言 其实所有的秩序 与理论资源 都只具备局部性暂时价值 并且 这些资源都倾向于将不符合理想标准的秩序 估计过低 或加以密室 迄今为止 人类对于历史与未来 时间与科学等系列相关问题 依旧在试图寻求进一步的追问 但实际上 这些问题的背后 往往都隐藏着一个不切实际的目的 那就是 提问者都希望从相应的答案之中 得到某些明确的 永恒的 一劳永逸的论断 然而 从来都没有人意识到 任何时期 世界的任何角落 关于现实问题 我们在最好情况之下 也只不过能获得一组有限解决方式而已 所以 具体到中国而言 当我们已经据点 从理论层面观察中国政治的时候 的确有可能对其给出一种最优解 但就现实来讲 我们大概率只能得到一种次优解 因此 追求次优解 并不是由于我们知识框架的狭隘 而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命运 与中国这种并不美好的历史 与传统的弊力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